HELLO 各位玩家大家好 今天想被分享討伐戰死靈操控者 信仰梅拉斯丘拉的通關心得 要注意的是 玩家們只要參與一般或困難任務達到2%完成度之後 只要該任務有通關達100% 就可以計算個人完成次數一次喔 小妹這兩天反覆測試了好多次 經營玩家們可以使用道羅斯或是武則天當隊長戰友 而且不需要帶額外的成員 只需要兩張卡跟拉一橫排六粒光強化符石避免天降 就可以和小妹一樣輕鬆做出2%的任務 接著通關的時候就會幾乎遇不到難結的G8盾啦 關卡中大多是遇到南娜很輕鬆就能結的三屬或五屬盾 其他的像是弱化崩化以及強化盾幾乎都是沒有難度的 再來像是電擊盾的部分 可以利用艾絲翠的轉珠劑就可以輕鬆解決喔 接著各位玩家們一起來看一下小妹的實戰狗 來自動艾絲翠的過程吧 在最後一關要記得先看南娜的技能 再開艾絲翠技能 最好把整版塞滿滿的水強化珠 然後開個龍刻 不用4分鐘就可以快速通關 在影片最後附上小妹刷困難任務的實戰分享 一路上有遇到好多的G8盾 真的是很G8 最終只能打85%就直步了 成功軟掉了 最新的大隊 讓他撞路上的重心 呢,在這一點是 人在這裡 不能夠小心 用槽子押返他 好,用槽子押返了 不用槽子押返我們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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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實際上就是今天小妹分享簡單快速輕鬆無腦速度要通關心得囉 如果喜歡小妹支持影片的話別忘了按下訂閱鍵 我們下次再見囉掰掰